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来观看今天8月26号的重要新闻 在上阵指数跌破了3000点的大关后 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出台了 市场预期已久的降准降息的双降措施 为全球股市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中国人民银行26日起 调降一年期放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至4.6% 调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至1.75% 其他各档次的存放款基准利率 个人住房公积金的存放款利率也做相应的调整 估计可以释放出1100亿美金的流动金 人行双降带来的利好 加上投资人逢低买入的心态 帮助多国股市脱离了黑色星期一的阴霾 针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退休后移民美国的现象 中领馆推出了新的养老金公积金的领取政策 使得即使加入美籍的华人 也有权同国内的退休人员享用同样的领取政策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进入推出了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 替代原先的建在证明 方便在美国居住的中国离退休退职人员 即使已入籍的美国也可以领取中国国内的养老金和公积金 与国内的退休人员享受同等的待遇 此项政策今年下半年起实施 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 全球股灾使得市场的不稳定性加剧 有可能使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情景重演 美国财政部长桑莫斯25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我们目前的风险已经比过去更大 政策导向应该从过去的抵制过度乐观调整为保障信心 目前正值经济脆弱的时刻 全球经济正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已开发的经济体投资减少 导致人民收入减少 而且市场需求没有成长 维持低利率的政策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 赖斯近日访问中国 为习近平下个月的访美扫清障碍 奥巴马总统将于28 29日派遣白宫 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访问中国 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 缓解两国在南海骇客汇率 以及全球股灾等多方面问题上的紧张对质 赖斯将于中国高层商榷一揽子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最后来关心一条轻松的话题 美国人买车最爱凌智讨厌克莱斯勒 根据2015年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I显示 菲亚特和克莱斯勒成为美国最不受欢迎的车 最受欢迎的前十种车分别为 林志 埃克勒 林肯 宾士 宝马 苏巴达 丰田 现代 别克和凯迪拉克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